長板一掀開 竟然鋪滿了百元人民幣紙鈔 總金額近兩千萬人民幣 折合新台幣約八千五百萬元 還放了多包乾燥劑防潮 該團伙是一個家族式犯罪團伙 他們以盈利為目的 在網絡上建立多個微信群 組織人員通過某網絡平台 以捕魚的形式進行賭博 並從中 这起案件是大陸河南一名王姓市民 下載遊戲APP進行網路賭博 結果被騙走三十九萬人民幣 起得報警 當地警方繽紛三路 最終將家庭犯罪集團瓦解 六名嫌犯落網 整齊列隊嫌犯雙手舉高 一次走上巴士 大陸河南公安與緬甸執法部門 在緬北進行集中清剿行動 逮捕283名電信網路詐騙嫌疑犯 中國籍犯罪嫌疑人111名 含網上載逃人員29名 目前已全部移交中方 這批嫌犯主要透過虛假投資理財 婚戀交友等進行詐騙 受害者涉及浙江河南等多個省份 大陸公安強調會繼續加大打擊力度 要將緬北詐騙毒瘤清除乾淨 TVBS新聞 葉君宏 蔡宜潔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